2022 FULEN杯定向越野體驗賽新莊場 25日在新莊運動公園盛大舉行 經過高雄台南場的加持 讓原本限定150人的活動 一路增加到200人 其中有不少來自新北和台北市的跑團 一同共襄勝舉 本次體驗賽採積分賽制 女生跑者最快回到終點的蘇尚玉 跟我們分享她路線規劃的秘訣 同時也呼籲各位家長 可以帶家中孩童一起同樂 體驗定向越野的魅力 路線規劃 所以像今天主辦在開始 就是9點比賽之前 有先發圖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先有大概3分鐘的時間 可以先規劃自己的路線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你實際上開始跑的時候 其實那個圖畫得很細 不容易看清楚 所以最好是在出發前 就可以大概先想好 你要比如說順時鐘跑 逆時鐘跑 或是一些細節的地方 要先看清楚 馬拉松百傑的蘭凱耀 表示定向越野跟一般路跑最大的差異 除了要熟悉地圖方向外 也需要掌握一些面對不同路線的應對技巧 提升自己的玩賽率 我覺得它蠻追求速度 還有地圖的方向感 一些小技巧蠻多的 因為你高梯起伏很多 有時候會經過一些草皮 樓梯 遊樂場 還有爬樓梯之類的 所以不只你要往前面的方向看 你還要看你前面的一些小路段 有沒有阻擋的障礙物 長榮航空慢跑社社長鄭雅馨跟我們分享定向越野就像在跑間歇 最困難的就是不迷路 這次雖然沒有集滿積分 但參賽體驗也讓它相當難忘 你很害怕你自己會迷路的話 你要可以先在家裡先熟悉一下這個地方的地形 然後趕快來尋寶喔 定向越野是2009年高雄試運會競賽種類 也將在2025年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登場 形式包括積分賽 順點賽 不僅考驗跑步和體能 也必須擁有按圖所計 規劃路線找出定點的能力 定向越野協會連續多年舉辦體驗活動於賽事 渴望將定向越野成為全民運動 孫內新北報導